我们注意到相关报告 这两份报告用大量详实的案例和证据 全方位揭露了美国政府如何倚仗自身霸权垄断地位 在网络空间肆以妄为 破坏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和秩序 危害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 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安全与发展利益 美国政府利用掌控全球互联网基础资源 对他国搞断网突袭 严重破坏别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 美方利用对全球操作系统和互联网服务的垄断地位 搞大规模无差别监听监控和数据窃取 侵害各国公民隐私权 美方建立了庞大的网络武器库 开发并扩散对他国关键基础设施 发动网络攻击的先进武器 将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 美国政府还明目张胆地扶持网络攻击组织 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全球各国政府机构 重要组织和关键基础设施 实施了长时间持续性的网络攻击 美国可谓是网络空间风险挑战的万恶之源 在美国网络攻击威胁的笼罩下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网络不应该成为战场 网络空间不应是美国无法无天 思以妄为的灰色地带 更不应成为打压别国发展与破坏国际和平的工具 捍卫网络空间国际秩序 维护网络和平与安全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不负责任的危险行径 同国际社会一道 共同致力建设一个和平安全 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